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成为了著名的风韵女星 当时该片已经上映 即在韩国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观影人数恐怕超过了45万人次 成为了那一年观影人数最高的影片 罗映基也凭借着在片中全身心投注的表演 一举斩获了白响艺术大赏最佳女主学奖 由此可见观众对她的认可 但是成功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冷眼和非议 特别是对靠此类影片成名的她 一方面观众对于她在剧中的表演乐于欣赏 另一边对罗映基指指点点 那时她承受了无法想象的压力 虽然陆陆续续又推出了几部后续作品 但大多都反向平平 罗映基逐渐尝试新的转型 揣碎的盘子难沾 脱掉的衣服难穿 在电视圈发展的罗映基神岛中年 脸部线条已经越发的硬朗 女生难想的她 不是在剧中饰演恶女 就是出演一些自会形象的搞笑剧 因为这一时期 韩剧女主多以眼泪和柔弱著称 罗映基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进入2000年以后 罗映基反而迎来了自己的转折 年轻时期 她因为略带成熟的长相 常常扮演与自己年龄不符的形象 而2000年之后 拥有硬朗面部线条的罗映基 反倒因为变化不大 在一众同龄演员中 开始显得童颜了 所以她开始尝试着一些 贵妇人或者是职场精英女性等形象 尽管头上戴着艳星的帽子 年纪也不再年轻 但是罗映基还是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在韩国一众美女演员中杀出重围 2005年 44岁的罗映基搭档权向右 金喜善严正勋在KBS水墓剧 《悲伤脸歌》中 饰演了俊英的母亲徐湘子 童年还搭档张娜拉 刘诗元主演红杰一时的韩剧《结婚》 可惜因为戏份不多 她并未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7年 在KBS水墓剧《人顺真漂亮》中 她饰演的李善音一绝 但她真正走入大众视野 开始被大家记住 一定是在2008年这一年 韩国横空出示一部神剧 家门的荣光 罗映基搭档 嫖尸后引进戏 深酒 其中她饰演的李英仁 是单雅的寂寞 很优雅的女人 2009年 在NBC月火剧《闲内驻女王》中 罗映基饰演了红植之妻 吴英淑 不光如此 罗映基还在大涉寒剧《乌塔防王世子》中 扮演了女主嫖和亲生母亲张会长 童言美女中的李氏经理等等 罗映基的戏路越来越宽 气质也越发的稳重 一举手一抬头之间 更是带着贵气 撕下脱心的标签 穿上了优雅的服饰 成为了韩国影视圈的国民妈妈 但是 一体系罗映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还要数来自《行星的你》里面的母亲 在她的演绎之下 剧中爱前如命爱炫耀 谈慕虚荣的妈妈非常接地气 她简直将这个角色给养活了 该剧在韩国播出时 首播率15% 为2013年迷你剧最高收视率 全剧最高收视率28% 该剧在中国地区 网络播放量超过了60亿 成为史上第一部 百度指数破400万的电视剧 也是因为秦耸依母亲这个角色 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了她 凭借着该剧 罗映基也是一剧提名了 SBS演技大上女子特别演技奖 同时也因为来自《行星的你》 让大家看到了罗映基 和全志弦之间擦出的火花 后来 二人再度合作 一起出演了《蓝色大海》的传说 不过 区别于心里中飞扬跋扈贪财的杨美颜 《蓝色大海》的传说中 罗映基化身林敏浩的生物 她是有钱人家的独生女 从小养尊处优 俊才出生后 她的父母相继去世 因为坐写单薄 将遗产悬搭了进去 与丈夫离婚之后 她没要一份抚慰金 而是骄傲地离开了 将儿子留给了前夫 让妻好好地抚养 但她的位置 却让高中同学取而代之 两人之间的对戏 也是默契又精彩 在演艺生涯中 虽然罗映基不算是大伙的类型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角色 她顺利地成为了实力派 神兽年轻一辈演员的景仰 不过在婚姻方面 罗映基一直不太顺利 前年已经60岁的罗映基 在经历了两次离婚之后 如今是独身一人 1991年 30岁的罗映基 与一位美国侨胞结婚 婚后两人育有一个女儿 此时罗映基开始转向了电视区发展 可惜与大多数的风云女星一样 罗映基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 由于文化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这段婚姻并没有走到最后 两人很快便离婚了 而在2001年的时候 罗映基与一位牙科医生在婚 本来观众们都以为 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然而结婚14年之后 这段婚姻再次宣告破裂 而且这次离婚 罗映基还向首尔家庭法院 提出了离婚诉讼 诉讼的目的主要是 对婚后的九亿财产进行分割 有媒体称 罗映基通过两次婚姻 分走了大量的财产 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 完全是污蔑 如今 罗映基凭借着自己过硬的实力 早已经亲手撕掉了脱筋的标签 穿上了优雅的服饰 成为了韩国影视圈的国民妈妈 如今的罗映基虽然已经60岁 但她的脸上却是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 贫肤紧致有光泽 真的有被她的微笑的样子迷住 除此之外 罗映基还在NBC日日剧 《妈妈的庭院》中 饰演的柳志兴 NBC水母剧《命中注定我爱你》中 饰演的李健的继母李龙母 为了儿子的未来 他默默地生活到李健的家里 怀着如果按照家里李健也早逝 自己的儿子将成为继承人的梦想 家族之间何必这样中 他又饰演了尹恩浩的妈妈白雪希 制作人的那些适中 还有化身变美术 华丽的诱惑中的韩英爱 凭借着这些角色 罗映基证明了他自己的可塑性 如今 现实生活中的罗映基 温婉知性优雅大气 侧脸入镜也依旧清秀立体 虽然拍戏的生活非常忙碌 但是罗映基还是非常注重享受生活的 他会在休息之余 旅游休养身心 如今 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实力 获得了一支憧憬的荣耀 他用自身的精力告诉我们 有实力的人从不惧怕岁月过往 再不堪的精力 最终也会化为如今珍贵的宝藏 而就在前年 罗映基在TVN周六电视剧 爱的破奖中突然登场 罗映基在剧中 饰演李正鹤的未婚妻 徐丹未准备结婚 而来到婚纱店的社长 接近于秘密销售进口婚纱的谍报 但却完美消化了本地方言 提高了特别演出的规格 罗映基用优雅的声音 说着本地方言 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他以优雅的风格和姿态 展现了完成度高的角色 罗映基的特别出演 是与朴志恩作家的 长久缘分促成的 罗映基在繁忙的日程中 先手与朴志恩作家的一起 答应了特别演出 对于罗映基的特别出演 观众们表示非常惊讶 并且表示欢迎 对他完美的本地方言 留下了好评 短暂登场就散发出 华丽存在感的罗映基 还出演过KBS2电视剧 美丽爱情完美人生 饰演财阀出身的大法官 红玉娜 大家都知道 娱乐圈中的竞争力 是非常大的 毕竟优秀的人才太多 想要在娱乐圈中 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而有很多的女艺人 为了能够在娱乐圈中 成功走红 往往会身不由己地 去节拍一些风月片 虽然这种方式 确实能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但是这也会让艺人本身 存在着争议 罗映基 他虽然曾经为了出名 而去节拍过风月片 不过之后靠着自身的实力 又成功地逆袭 最后也希望 罗映基前辈 能够继续为我们 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